大家好,歡迎來到《講經老》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我們這個頻道,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多謝大家 現在想跟大家聊一聊,S2的賽事 是一場很矚目的賽事,秋季天王上,在日本的東京馬場開跑 10月31號,星期日,同場我們有谷草的賽事,谷草入馬 這場馬的開跑時間只有一場,跑兩點踏八 1號馬,鐵鳥澳天,福永有一期,刺作荒人的馬房 這隻馬呢,你看他上場輸了一場大板盃 但我覺得這隻馬不太喜歡跑黏地的,而且你看到他跑黏地 他追那個勢頭是沒有跑好地或者快地那麼好的 那場這樣的情況下,跑了第三 這隻馬的實力你不需要置疑 那這場有幾隻馬,你實力都不需要置疑 那我覺得這隻鐵鳥澳天呢,你都可以要回去 因為場力不需要質疑 那如果星期日,天氣好的話呢 那這隻鐵鳥澳天,我想機會都很大的 2號馬掛鎖,中足和也馬房,田邊遇順旗 那這場馬呢,這隻我覺得很邊線 因為始終他上到群組的賽事,近這幾場都跑得很差 那他定期是會追近一點點的馬,但他的後速也不算再快 那其實說真的,他贏馬已經是去年2月了 那所以這隻馬呢,暫時還沒有考慮到他了 3號馬,魔族紳士,深田直行馬房的,找池添謙一騎 那這隻馬呢,我覺得四重彩邊線 你看他跑那場寶寵,6月27號跑寶寵 贏馬是闖洗驅 二馬,黃失輝號,三馬泥觀花環 他那場跑到8回來,表現差一點,沒得說 然後再看回那場大阪盃 那贏馬呢,禮觀花環,二馬,魔族紳士 他跑第二,第三名是鐵條浩天 鐵條浩天同場 那不排除這隻馬呢,跑黏地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你跑好像快地,他好像不太行 跑黏地他好像會近一點,跑遠地他又會近一點 那我覺得這些是四重彩邊線要拖的馬 因為他一定會追近一點的馬匹來的 那四重彩邊線呢 四號馬的賽譜向榮 有道蓮夫馬,有道康夫馬房 那村田像阿騎 這隻馬呢,也是 即他近期的織是很硬正的 但是group 2賽事 那隻馬呢,就輸足道大師 足道大師也是一隻很厲害的馬 剛剛那場不會日王冠賽 group 2的賽事 那你再拉上一點點看看 你看他跑那場金虎上 都是二千米賽事來的,很輕一點 他就跟前守好位置 然後最後也捱到第三回來了 那場頭馬是天鐵,二馬是謀勇兼備 那你說謀勇兼備是否退化 即是開始退化 我覺得這隻馬都應該可以近一點 那叫做上來跑group 1 他跑過11次了 這隻馬 但他好像沒脫過頭3 但你上到group 1 就要看看怎樣 但那場二千就難稱一點 因為黏地了 那場新式大上點 group 3 那他又跑回到第二 他又追一段 那這隻馬跑二千 應該最topfit 因為你看他跑千八那場 反而好像不太能力道去追 那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都要考慮四重彩邊線 因為他後面有太多怪獸馬 所以這隻就未必稱得那麼高 5號馬這隻樂透心 六紅一馬防 那就玩三沒有試騎 那這隻馬呢 都是一隻很厲害的馬來的 那上場group 1 日本打給大賽呢 僅乎六個第二 輸給一隻大帝 然後 是啊 應該是斷了這場籃 他連贏 然後這場就入Q 那二千四我覺得 可能未必那麼適合他腳程 是啊 那之後呢 你再看對上一場 二千堅尼 那他贏了回來的 那對上打上的那些都是贏了 那你可能看前面那些馬 上面那些場子 沒有什麼參考價值 但是你看那一場 贏了那一場日本二千堅尼 呢 都 那個勢頭呢 都很不錯的 是啊 那 連勝紀錄被人中斷 那不代表沒有鬥心的 那 那 希望呢 他可以 可以 成為一隻三歲馬 可以贏到 這場秋季天王上的賽事 因為真的很久沒見過 是啊 那 我對他都幾乎厚望的 那這隻都是請在手的其中一隻馬 那 六號馬 東迎天照 小野次郎 橫山和生騎 那這隻馬 橫山和生都騎開的了 那 那 又是未在 group one 有表現的馬 那 他近兩場呢 跑了兩場group three 一場咸館 一場新式 那叫做好一點 一場贏一場Q 那 那狀態叫做起緊的階段 那 其實這隻馬 那你近期group one都沒什麼看的 那之前跑了一場group two 中山紀念賽 跑第五回來的 又是沒什麼看的 那 我覺得這隻馬呢 那 都是四重彩邊線的 可能比那隻 賽寶向榮再邊線一點 但是我都覺得應該要 拖著 不排除呢 他可以 等在前面走手的好位 省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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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D回來的 東迎天照 是啊 那所以四重彩邊線 七號馬 這是世界首映 那 那這隻馬都不頑的 剛剛呢 對上五月呢 就贏了一場春季天王上 那場跑三千二的 那 就贏了回來 那 二馬就 那隻 原巧成志 三馬幾年金化了 然後 再數上一場 group two的日經上 跑 跑了 第三回來的 那馬連必勝 第二是幾年金化 世界首映 跑第三 那我覺得這隻馬呢 二千呢 一定夠氣量 但是 總是覺得 他好像會不會嚴短呢 這隻馬 因為你看看他那場 跑 group one那場 日本盃 上年的 11月29 那次 那次 然後鐵條奧天 謀勇兼備 都算叫做開得很熱 他跑第六回來的 那我就 那我就 跑這隻馬嚴短 所以就 未必考慮到他 但是我覺得就 五歲馬 縮程 都不是一個很正常的表現 但是這隻馬是準的 有狀態的 那 因為你看過那場 春巨天王上 跑三千二都跑得很好的 那後來 發了一段力 然後衝上去贏了 所以 場力不質疑 但是 就怕他均速一點 那就難一點追 二千米 不知道剛剛去腳程 那你四重彩 哪次都要回 因為這隻馬很準的 八號馬的生嶺寶月 高橋二中的 那 那 這隻馬就 也是不考慮著 因為 你group two group three 都不是很夠跑的時候 那 那 這些馬上來跑group one 這些這麼大型的賽事 可以不可以呢 那我自己覺得難一點 你數回他對上一次贏 是贏場二千的 新式大上典 那他是贏那隻 賽譜向榮的 那 如果你買四重彩 這些就是邊線拖著 因為你上到這些高班賽事 其實都真的好看 那些騎士制御 因為那些馬的實力 真的只有一兩隻 特別超班 是啊 可以叫做 穩陣一點 其他那些 都是跑制御 跑步速 所以這隻山嶺寶月 我覺得都是邊線要拖的腳 唉 有一隻怪獸馬 九號馬 放聲歡呼 藤澤和紅 那 李無華騎 那這隻馬李無華都騎開的 上次安田紀念 後追追了第二 就輸了一點 輸了一點 輸給野田賢軍 第三名是速度大師 他跑第二 之後呢 再數上一場 維多利亞一里賽 跑千六 放聲歡呼 贏了 那這隻馬呢 我自己覺得 跑千六好像比跑二千 就是跑一里好些 但不是說他二千不會跑 二千都可以跑到的 這隻馬 就是要節儉一下 這隻馬 他這隻是一隻很健康的 我自己覺得 他是一隻很健康的 短途馬 但是跑二千 真的是要猜猜猜 不是說他沒有強力跑 但是 會不會跑千六好一點 就是這個懷疑怎樣 那我這些放聲歡呼 都是這場 需要兼顧的馬 連贏為止 這很難不預期 所以就 都照 放上他進去 10號碼 十博大帝 我覺得這隻碼都是初跑2000真的要猜 我自己覺得他跑1400-1600會比較好 不太詳細說 我覺得2000他初上來跑應該比較難 因為這裏金組對手不弱 所以這隻就選不到手 11號碼 萬分感謝 這隻碼明顯上去群組好像不太行 還有他會不會跑長一點好一點 這場二千都報 過客 我覺得這十一號碼都搞不到他 萬分感謝 甚至四重賽也難拖到他 12號碼定稿 這隻又是我覺得難選到的碼 因為其實你數回他 是1月24號那場美國賽馬會盃 就叫他跑第三 那組對手又強不強 頭馬大哲學家 二馬還語女者 我覺得還好 那你見他再出跑1800 每日皇冠賽 剛剛說的速度大師有跑 野田賢君 跟著有賽寶向明 這隻一直跑第十三 完全在後面都散了回來 不排除這隻馬跑臨地會好一點 如果正常天氣下 就未必會拖到這隻馬 13號碼波斯劍派 我覺得這隻都是四重賽 邊線要拖的馬 雖然你說近將表現 一般的 Group 1 即沒什麼看 Group 1 Group 2 他有跑過有馬 有跑過大瓣杯 都沒什麼看 近兩場 跑了一場明尾 跑第四 之後跑了一場 Group 2 雜訪 跑第三 那場就唯獨愛理 水準 你說差不差 還有一隻白馬 那場都真是精彩的 那隻白馬贏頭馬 我覺得水準不弱 四重賽都要拖著 因為前面有三隻太惡的 這隻我覺得四重賽都要兼顧了 甚至如果這隻對的話 可能都會放下放星歡呼 要這隻波斯劍派 那一會兒再跟大家分析 14號馬 機靈金花 那這隻馬呢 我覺得指定第四 跑到上來 會近的馬 但是你說 要贏呢 我覺得很難 那邊線一點 胡奇歸太奇 邊線馬 3-3-4-4 我覺得最盡是拿到的PACE 15號馬 磅磅無比 那這隻馬呢 近這幾場都是贏著上來的 那你說 是不是高水準賽事 又未必 那對上一場group 2 中山紀念賽 那就贏了 那千百米賽事 那再數回group 3 那場中山金杯 又是贏了回來的 那已經連勝了四場 那2月28號 休息到現在 那這些馬呢 休息出來 不排除都可以殺到一個冷的位置 那這隻馬都要兼顧著 那16號馬 笑一笑 那這隻馬呢 又真是難選到 你看回它 如果剛剛波斯劍客 你都說叫做邊線 的話 那這隻那一場一起跑的 完全都沒什麼看 那這場紮房 然後你再看回那場春季天王相 你叫它跑長一點 3千二又不太行 那所以這些馬呢 就難選到 在手上 那它跑得最好 那場板神大上典 那但是你的對手是什麼呢 軟 軟口情治 那笑一笑 那所以不排除呢 這些馬呢 是跑黏地才會好 那如果你有下雨的話 你就臨場四重彩才兼顧 那連贏為止 那這些是難想到一點的 那這場假馬範圍寬了 那我不說重心 先說範圍馬 1號馬鐵條浩天 3號馬魔族紳士 4號馬的菜寶向榮 5號馬樂透心 6號馬的東迎天照 7號馬世界首映 8號馬的山嶺寶月 都照給它機會 9號馬放星歡呼 10號馬的拾博大帝 然後 13號馬火使劍核 14號馬基靈金花 15號馬的磅磅毛鼻 對 就這幾隻 那這裡是減碼範圍 當然就不是這樣 叫做貼了 怎麼買 那我就想撿幾隻出來 跟大家講一講 那我覺得這場重心 我先不分次序這樣說 159 這三隻都好像很穩定的表現的馬 尤其是1號馬鐵條浩天 上場是因為臨地 令到他的表現有些落差 如果你看職場 如果下雨的話 你可能不要買他去勝出 位置Q要兼顧他 或者四重彩要兼顧他 那你單式馬膽就未必找他走 因為黏的一般的 到時看你自己怎樣匹配選擇 那這隻馬我先要了1號 5號馬落透心 因為這隻馬 都是很準成的馬 近期的 我覺得都是不能飛的 而且拍group1 有證明過給你看 是可以的馬 那你怎樣可以飛走呢 是不是 9號馬放聲歡呼 其實這隻我不是很想選擇 因為我覺得他跑2000是沒有那麼好的 是的 那我就照樣放在這裏 因為不排除這隻馬 跑完那場安田之後 太那麼好 2000都比他難度 但是這隻馬 你說要贏呢 我覺得這場可能難些 真的要跑制雨 是的 那159講完 我剛剛講過是不分次序 其實如果不要那隻9 我就會選擇 好像剛剛說 我要13號馬波斯檢嚇 因為始終他那場雜訪都是一場高水準賽事 是的 你看唯獨你在香港的表演 還有你看那隻白馬 已經是很厲害的馬 那組是 他都跑到第三 那你說 輸得都軟 那又如何呢 那你有些這樣的馬 都很正常的 我自己覺得 是的 那我現在就守執了15913 是的 那我都是選四隻算 因為剛剛逐隻逐隻馬分析了 你就要四重彩看一下 到時怎樣撿 如果是淋地的 就撿回那幾隻 如果是好地的 就可能飛了那幾隻 再自己選一倍 是的 那這裏都要幫大家排一排序 那如果 好天的情況下 我就會選鐵了好天先 之後要5號馬的落透心 然後要13號馬的波斯檢嚇 9號馬的放星寬符 這個就是我的選擇 那如果下雨的話 就可能你15的話 就自己 調轉想想看 可不可以 不過這隻5號 跑淋地 都不是說 有證明過 所以我 我都是prefer 傾向選15 13 9 是的 這場我今場提供 四重彩腳 就自己再聽回每隻馬的分析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條片的內容 可以按一下訂閱這個按鈕 然後可以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的收到我們的資訊 如果你有什麼想和我們交流的話 即管在下面留言 我們見到就會立即回覆你了 多謝大家